若是向农会承办了今年度花莲蜜香红茶 评鉴比赛总共有250点的参赛茶班 全数通过了要检合格之后 今天进行官能评评初选 那么经评审高规格评评 结果仅有一成左右的淘汰率 可见参赛茶班整体的水准高 那么明天也将会进行最后一天的决选赛 评选出今年度的茶王 250多个参赛茶样点 经台东大学药物检测全数合格领检除后 今天则在评鉴比赛现场接受评审团 高规格专业的评选出赛 从茶经形状外观 茶堂色泽到官能的评鉴 评审委员们一口一口仔细评评 标注分类 现场弥漫紧张气氛 更慎重 因为现在大家的自查水准越来越接近 所以我们会时间压 而且一天比较赶 一定要赶 然后喝到最后的时候 因为蜜香酮 红茶本身就是比较色一点 所以胃可能会受不了 那一天半的时间是更 所以比较好一点 当然对品质来好讲 但是持续的时候 经过一间的沉淀 尤其是在金牌会更明显 那全省各地都在做蜜香红茶 包括我们的包装材料都可以买到蜜香红茶 随便的时候像那个麒麟他们印的 这个都会有蜜香红茶 但是还是我们花莲瑞瑞的是最正宗的 品质是最稳定最好的 那西部他们也有平底 那时间的品质跟我们会有一点差 花莲蜜香红茶评鉴比赛超过20年之久 每年参赛茶样点平均都超过150点以上 堪称是花莲茶产业界年度盛事 除了蜜香红茶发源地的瑞瑞香茶农 玉璃镇赤柯山 富里香六十淡山茶农 也投入蜜香红茶生产之列 今年报名参赛茶样点就高达250点 创下历年来的记录 那我们这次比赛把它分为两梯次 就是第一天我们会先评出 这个铜牌跟优良的部分 那第二天我们会进入决赛的部分 就是在金牌跟银牌的部分 会在明天把它评出来 那评完之后我们会尽快的来做一个包装 那因为暑假也开始了 那我们希望说趁着暑假的这波人潮 能够协助茶农来做一些 这个茶叶的一些行销 经过评审团严格评评初选结果 仅淘汰一成左右的茶点 可见花莲蜜香红茶产业成熟 品质水准高且都一致性 现在顺利通过初赛的茶样点 连约有六十点也将会在明天进行 最后一天的评鉴决选 揭晓今年度的蜜香红茶新茶王 记者是玉兰瑞社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